現在模擬的是2012年季線進出模擬 一樣是以60日均線 大盤收盤 過季線就買進 跌破就賣出 那因為我是用現貨去看 所以跟實際上還是會有誤差 那今年的 績效表現的話 頭暴率有 一口有15.7萬 那一樣我是用100萬做一口大台為模擬 所以幾乎是沒有槓桿的情況 那在今年的1月16號先跌破7103賣出 然後 剛開始到1月的這筆單是 負100點 那接下來就都還蠻順的 就穩定增加變成正300 正500 慢慢在正500這邊 然後 今年的單數也不多 7月接下來就到10月了 那10月這邊也賺到了 誒 過利有到正700多 那 再來10月有一兩次的洗盤 那到11月 今年年底就是總共 一口有賺正785點 中間 如果說用100萬做一口大台的話 頭暴率可以抓15.7% 資金也沒有太大的一個波動 或者是拉回的狀況 從 一開始的負 118到 最高 最高點是在 剛好是年底這一口單 11月27號的正785點 不過當今年的表現雖然不錯 但是看到明年就會發現說 誒 這個方法它的 資金的波動還是很大 它沒有辦法造成你每年一個很穩定的獲利 這邊是這個方法一個很大的缺點 所以勢必還是要做適度的一些 修正來進出 不能單以季限作為一個進出的標準 是